大流行張紙 爆檢司機開始測試 疫苗已在路上 引爆眾奴 自媒體人旺局治安遭起底 驚傳習近平重要智囊被捕 輿論炸鍋 據英文節目主持人Natalie Winter 介紹 例如AMFast 的震撼消息稱 與武漢病毒研究所長期合作的一名人士透露 目前他們正在利用可能是 引發新冠病毒大流行的相同技術 重新研發出一種致死率為60%的流行病毒 Winter 稱 拉爾夫·巴里克博士 是與武漢病毒所長期合作的研發人之一 他與蝙蝠女石正黎合作多年 並曾去武毒所 巴里克博士曾經幫福奇 掩蓋新冠病毒的真實起源 之後他們繼續拿納稅人的錢 從事這種高風險研究 這篇論文與他的許多研究非常相似 武毒所早期研發出的冠狀病毒 被認為可能是造成2020年 全球新冠肺炎大流行的根源 也就是我們現在熟悉的新冠病毒 微博博主《離群羔羊》發布的一段影片 顯示出一種檢視機正在被使用 有網友驚呼道 為什麼要發明這個 是圍繩條街都是死人 望不過來 人手不夠做準備嗎? X網友在轉返這些影片時寫道 新一輪大流行正在醞釀 福奇、中共國和 大型製藥公司的研究人員 正在使用可能印發COVID-19大流行的 相同策略 來重建死亡率為60%的病毒 流行的輿論已經準備好了 檢視機正在測試 疫苗也準備好了 新一輪流行、封控、疫苗已經在路上了 據多家媒體報導 前中共喉舌 央視記者王子安 2020年移居日本後 開始利用海外社交平台 扮演反共人士 實則是幹大外宣工作 目前其炒民四傳 四面樹敵 遭到網民起底 公開資料顯示 王智安人稱王局 1968年4月21日 生於吉林省吉林市 曾任央視記者、主持人、 《新京報》調查記者等 2019年6月 王智安遭全網封殺 但真實原因不明 他於2020年移居日本 2022年5月 開始在YouTube經營自媒體頻道 王智安在事關中國人的 大是大非問題上 類類配合中共的宣度 其印發爭議的言論 如鐵鏈女不是被拐賣 胡錦濤是身體原因離開會場 中共間諜氣球是民用氣球 胡錦濤是自殺等等 在大陸曾參與揭露 鐵鏈女真相的 知名媒體人趙蘭健在X平台上表示 鐵鏈女事件是王智安的史金石 他無視客觀事實 在明知道自己已有證據 並已舉報到公安部的情況下 依然大風向 維護官方結論 掩蓋真相 曾有很多網友要求 王智安證實鐵鏈女問題 都被他迴避 我多次對此問題要求 王智安糾正錯誤 都被他裝傻無事了 淚未正經分析人士 秦鵬在X上表示 關於王智安 大家要了解中共大外宣的基本策略 是小麻大幫忙 因為這個黨已經臭名超注 所以大外宣平時在一般事件上 也罵中共 甚至罵得很寬 那又助於他們提高聲望 獲取粉絲 然而一旦發生了黨最關心的關鍵大事件 比如胡陰宇、鐵鏈女事件 他們就突然間變了 網紅罕爺去年5月 在直播中 同罵王智安是特務 人品極其惡劣 在這裡邀功等待招安 網紅貓神今年4月12日 也在貓神挖墳節目中起底王智安 貓神認為 王智安只是被中共體制拋棄 然後一直發夢都想回到體制的人 他對體制感情深厚 他在寫《梅名字》加過局字 就像是被皇帝拉克 發夢都想回去做太監的奴才 貓神表示很多討厭中共的華人 本來應該是貓神的戰友 結果也被王局的欺騙洗腦所迷惑 變成對中共抱有幻想 看不清中共本質的人 可以這麼說 王局是海外華人反共群體 最危險的敵人 具有極強的迷惑欺騙性 他指出王智安畢竟玩過中央級媒體 中共那一套胡弄洗腦手法 對他來說是小菜一碟 王局充當的就是雞湯按摩師角色 讓大家在他被重就輕的節目中一步一步麻醉 達到搞雲水為中共洗地維穩的目的 這是一個隨時準備重歸體制的人 近幾年來隨著真相越來越顯然 大家也越來越看清共產黨的邪惡 中共雖然能在國內囂張地迫害民眾 但在國外中共早已臭名超注 一旦有人跳出來為中共站台發聲 就會受到眾多民眾的批評 於是搞砸的中共就變換花樣 派出很多假反共的特務 在海外媒體混淆時聽欺騙世人 表面上這些人可以拿到 一般民眾拿不到的一些大陸民眾的 反抗影片和信息吸引流量 在一些對中共不要緊的問題上 也隨著大家小麻 但是一到關鍵問題上 就會站在中共立場 為中共洗地 攻擊受中共迫害的群體 對海外反共人士離間同分裂 評論人士李玉清指出 這些人就像是被毀養的一個蟲鼓 不斷地被中共毀了 他們不僅為中共輸出迫害 還迷惑那些能夠翻牆出來的大陸民眾 幫助中共到處散播邪惡邏輯和謊言 實在是最大惡極天良喪盡 19日海外社交平臺X突然熱傳 中共前副總理中共黨魁 習近平的經濟智囊劉鶴被捕 推文稱 達發今日常務前光幕院副總理劉鶴被捕 據悉 早在17日 著名為Eagle One的網友就曾發布消息稱 剛剛確切消息 劉鶴今天被捕 許家印公出汪洋、胡春華等人 緊跟這則推文的是網名叫Fan Yan發布的內容 聽到一個驚人信息 劉鶴被旺上捉入超容 下面一則也是關於劉鶴父親的 是劉鶴生父文革時被整死的時 雖然有網絡大卡對此表示質疑 但也有網友認為中共惡制下一切都有可能 劉鶴曾任中共大18屆、19屆中央委員 中央財經委員會辦公室主任 國務院副總理等職務 是中共黨魁習近平的重要財經智囊 被視為習近平的重要親信 多次作為代表出訪西方國家進行經濟活動 川普時代美中貿易戰開打後 劉鶴作為習近平的特使多次訪美 是雙方談判的中方牽頭人 2013年5月 習近平曾向離訪的美國國家安全顧問 多尼龍介紹說 這是劉鶴,他對我非常重要 有人在中文論壇網站並通常分析 如此親信亦被捉 肯定又是與賣國有關 或者被陷害 這種級別不可能因為錢或女人 而錢和女人定罪都是靠山不夠的小官 中國新聞中心網站上也有文章分析 劉鶴被捉最大可能是美國間諜 因為在副總理以上層次貪腐問題是絕對不可能被捉的 不過也有一些時政觀察者、分析者表示應謹慎看待 獨立視頻人蔡神坤認為是謠言 如果劉鶴被捕 意味著習近平與身邊的親信公開反面 甚至發生了嚴重的內訌 據我了解這是極不真實也不嚴謹的 劉鶴的經濟主張被習近平點名批評的 對於71歲的劉鶴來說 即使經濟決策有問題也不會被捕 因為劉鶴被捕必然導致習中叛親離 信任他的人馬分崩離析 這些副國級以上的領導人 捉不捉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影響 但也有人認為習近平擅長射磨殺雷 當年對王岐山就是一個例子 連胡錦濤都在會場上可以被強制嫁走 還有什麼做不出來? 習近平徹底向俄羅斯靠攏 殺幾個親美派震懾反對派 說是中了俄羅斯的反間計也有可能 非尿盡、梁宮藏 如果劉被捕,一點都不用意外 他身邊的人和軍隊的高級將領 如果現在還不明白 還期望用自己的忠誠援取恩寵 等到陶刀隔在自己的頸上 恐怕就來不及了